版權條例 我作為一個版權的擁有人 經常和政府有開會的 我從沒聽過我們的創作行業的人會說 疑似創作惡搞 覺得是被侵犯權益 政府不知道搞什麼 做這些事情來做什麼 你看看以前我們學寫字 學寫英文字 有叫copy book 有些叫臨帽 要學好 從一個人變得很特別的一個方式 學習 然後在那裏搞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一個基礎 然後才會明白到 原來這樣會做一個很有效果 能夠令到人會心微笑 或者可能激憤的效應 慢慢學習到怎樣去掌握創作 怎樣去做一個好的效應出來 有什麼問題 不知道你搞什麼鬼 又說這些又禁止 那些又禁止 這個特區政府這樣的版權條例 超英 趕沒來做什麼 都不知道搞什麼 都不知道搞什麼